你的岳母 加分姐 她见到韩市长就叫岳父 见到你就叫岳母 这种荒唐事不要再做了 对不对岳母 岳母叫个不停 神与您网路节目 首度和你加分合体 一起做风铃书 到底中秋节英文怎么讲 我熊熊忘记 那个人家说 所有的诗人当中 只有屈原对我们最好 因为李白杜甫都搞一堆诗 给我们背对不对 只有屈原让我们放一片假 沈威廉的冷笑话 李嘉芬真的招架不住 之前第一次拍影片的时候 那韩市长不知道我是谁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是很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们一上车的时候 他问我的来历 我说嘉一鹏医院 哦 嘉一鹏医院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巨星 哦 你这样就是巨星 紧接着开始做凤梨书 但是神域零话太多 加分姐没办法专心 夫人 我不敢用力啊 你先叫夫人 不不不 嘉芬姐 什么不能叫你夫人 平常人家都叫我原外呀 笑到不行 还请高雄城市小姐来助阵 嘉芬姐你怎么越站越旁边 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最美的 但说到韩市长 还真的来探班 韩市长 哎 嘉芬姐你人来了啦 如果老公变成这么胖 可以接受吗 好 你要走我是啊 OK 啊 车帮我停好 因为我刚刚看你给我停红线 好 帮我停到地下室去 OK 好 第一次可以对市长这样子 李嘉芬为了做公益 特地和沈玉玲合体录节目 这段期间不断被抹黑的她 也露出真心灿烂笑容 这一年来我的生活 我轮流逗韩市长跟韩夫人开心 记者 众好报道